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Omega 今天呢 我來找一個掠食者 這個掠食者呢 第一個 他咒服夜出 早上的時候呢 他埋伏在他的洞穴 又或是溪底 河床的地方 等到他獵物接近的時候 他就會 砰 迅速的把他獵物吞下去 而到晚上呢 他才去主動掠食 主動掠食呢 就像其他掠食者 魚類一樣 他會四處在河川裡 游走然後搜尋他的獵物 再來 這種魚 他沒有鱗片 全身摸起來滑溜溜滑溜溜的 就好像泥丘一樣 跟這種魚類似 而且有血緣關係相近的 魚類大概全世界有 好幾百種 第三個 這個魚呢 他有 四條鬚鬚 不及黏鼠 他還有一張雪盆大口 足以將獵物一口給吞下 最後一個 他還會笑 而且笑得對你 心裡發汗 嘿嘿嘿 也許講到這邊 有些觀眾朋友已經猜得出來 我要釣什麼魚了啦 不過在這邊我還是想要賣一個關子 好 所以現在 就來找這種魚吧 好 就像我前面所說的 早上呢 他是一個埋伏在 他巢穴掠食者 那我現在所說的位置呢 是在一個出水口 出水口呢 有非常多的食物會飄過來 而且今天的水呢 剛好也蠻濁的 所以今天呢 是非常適合找這種魚的日子 我現在用Biversion 所以我們直接從底部走走看吧 讓他踩到頂部 然後慢慢的平托回來 然後慢慢的平托回來 用耳去敲底 有了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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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去就中了 漂亮喔 應該是 應該就是我們目標魚 這個拉力非常強勁 不對 是屈腰 中桶魚 好大隻喔 這好大隻喔 中桶魚耶 哇靠 幾公分啊 這一隻 超 終於一隻 超大隻的 中桶魚 超大隻的耶 有這麼大 中桶 我們來看看現在甚至幾公分 這一隻 應該有 五十 五十還好啦 雖然不是我們的目標魚 但是這一隻 也算不錯了啦 喔 這隻可以吃了耶 那現在白天呢 他們應該都躲在河床中間 所以呢 現在讓耳層要到底部 就慢慢的拖回來 有了有了 中了中了 又中 啊我怎麼覺得又是總統魚啊 跑了跑了跑了 好爽 現在是新地點 現在時間接近中午了 哇超級熱 試試看吧 走 哇 有看到嗎 那什麼 那什麼魚啊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可疑 我沒有看到 來啊 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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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什麼都中 就是沒種到不到目標魚 喔! 包到家耶! 夾一夸啊! 夾一夸嗎? 夾一夸嗎? 夾一夸 我沒有要吃啊!你要嗎?給你啊! 等一下我要拍個照 好啦!拿去拍 哇!又是一隻去夭 好肥喔! 好肥喔! 這隻應該跟上次那隻差不多 應該有... 一近半 50公分左右 用量騙到的 喔! 喔! 這幾天過了很多啊! 用Vibration 中的 這隻可以吃兩餐了 一餐 一餐喔! 嗯! 好! 好! 到現在兩三個小時 還沒釣到一隻我的目標魚 通常這目標魚呢 算是我滿拿手的魚類 這次都釣到一些 算還不錯的魚 但是不是我的目標魚啦 好!繼續努力吧!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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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來到一個新地方 我覺得這個地方的地形還滿理想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那邊是一個急流 後面接著是一個緩流的地方 這種地形呢 其實在釣我的目標魚來講 這個地形算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算是滿有機會的 希望不要再打龜啦 希望可以如願與常啊 Let's go 順帶一提 我今天這個亮片呢 是在一家叫陸雅魂的網路商店買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找看這個商店 這商店賣的東西 這商店賣的東西 算是CP值還滿高的 今天我就用這個來調一下看 目測水深大概只有30公分左右 所以我等一下策略就是平拖就好 平拖慢收 這樣的話其實可以遍遠掛低 然後它也可以好好的待在 泳城的中城裡面 這隻拉力不小喔 不小 這隻大的 欸這隻大的啊 欸嘿 終於中囉 鯉魚哥 這隻體色還滿奇怪的喔 通常我釣到都是迷彩色 不然就是灰綠色 這隻 有點偏粉紅色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拍不拍出來 有點偏粉紅色 然後為什麼我會說它會笑 大家仔細看它 從這邊看就看得出 它其實是一個笑臉在的喔 還滿可愛的 然後 看它在對你笑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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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那鬍鬚也滿可愛的 在抓的時候記得要注意 它兩邊的胸臍是有刺的 所以在抓它的時候盡量 不要去碰到它這兩邊啦 不然真的會受傷喔 通常啦 鯉魚都是群居性的 所以這邊有一隻的話 那肯定還有它其他的通過 所以等一下再釣換應該是滿有機會的 而且現在天色也滿暗的 他們習慣在夜晚密食 所以他們現在的掠食性應該會比較好 欸 我又中了 哇 我又中了 欸 今天鯉魚大咬啊 來喔 我就說吧 有一舊有餓 欸 斷線 嗚呼啊 欸 一定是剛剛有磨到 好啊 現在鯉魚嘴巴上有一個Spoon了 好 我現在換這個 這是Mino 它名字叫雷獸 我覺得效果也是不錯的 好 我現在換這個 中魚 中了中了 中了中了 唉唷 這個雷獸也不錯嘛 唉唷 這個雷獸也不錯嘛 隨便狼狼就咬了齁 唉 怎麼都是小隻的啊 小隻就直接拉起來吧 小隻就直接拉起來吧 OK 好啦 又中一隻了 這一次呢 是用這個雷獸種的 這個雷獸在淺水域我覺得是還算不錯的 好 又到了結尾的時間啦 在這影片的前半段呢 我起了兩隻屈腰 一隻鯉魚 那在後半段的部分呢 我起了兩隻鯉魚 還有 如果你是有把影片都看完的人的話 那你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我在影片的前半段呢 我穿的是短袖 但是在後半段的時候 我已經戴起毛帽 穿起外套了 是的 沒錯 哇 就像你想的那樣 我前半段呢 是在今年六月拍的 那後半段呢 是在今年的十一月拍的 在前半段拍的時候 我一直很想要釣到鯉魚 但是我真的沒有釣到 而且在拍攝後來呢 一直遇到出大水啦 下大雨 颱風來等等 一直沒辦法去西邊好好地釣 那到後來十一月的時候 水量比較小 水況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才能好好地把鯉魚槍釣上來 騎上來給大家看 那其實釣鯉魚真的不難 主要是你有沒有找到他而已 因為鯉魚其實他不挑了 他只去挑那個動態 只要有東西在他前面放來放去的話 他就想要咬一口 好啦 老樣子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一些裝備的資訊 還有我兒去哪裡買的話 我都有放在我說明欄裡面 記得要去看喔 好啦 我們下次見 謝謝星期再見 乖 讚 藏 ные etin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